今天给大家得布一部老公因无法忍受妻子的行为 从而决定找邻居拐走自己妻子的韩国影片 我妻子的一切 小美是一个在日本学习的韩国妹子 风和日丽的一天地震就这么来了 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的小美 吓得连忙躲在桌子底下 此时她抬眼一看 对面竟然还有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就是傻强 在一波骚操作后 她就在一波骚操作后 她及时蹲在了小美对面 随后两人对视一眼万年 于是他们就谈恋爱 订婚 结婚 一条龙服务 转眼间七年过去了 俗话说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激情退却 小美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温柔的可人儿了 七年的家庭主妇生活 让小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黄脸婆 嘴炮一刻不停 外加夺命连黄扣 各种各样磨人的手段 让傻强防不胜防 有时小美甚至为了刷存在感 还故意在傻强吃饭的时候 在傻强上厕所的时候 逼她喝果汁 这时的傻强是心里有苦 说不出 一口老痰卡在喉咙里 咳不出 怨不下 她不止一次的想到离婚 但还担心老婆会成为她离婚过程中的阻碍 果真是盼什么来什么 这天傻强出门遇到了万花丛中国 遍夜不沾身的隔壁老王 此时她突然灵光一闪 如果小美能够主动提出离婚 那我不就解放了吗 心动不如行动 傻强当即决定 花重金雇隔壁老王来勾引自己的老婆 之后在金钱的诱惑下 隔壁老王同意了傻强的体议 她甚至为了让老王有机会接近自己的老婆 还想方设法的帮妻子找到一份电台工作 并且为了让老王帮自己戴上原谅帽的过程更加顺利 傻强还亲自列了一份小美的喜好清单 随后老王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小美果然被这个成熟而又有趣的老男人给迷住了 两人的进展一日千里 画面一转在小美工作的电台由于她的间接独到语言犀利 很快就吸引了一波忠实的粉丝 而这家濒临倒闭的电台也在小美的影响之下重新焕发了生机 小美的事业节节高升和老王的感情也甜甜蜜蜜 在爱情与事业的双重滋润下小美的性格自然发生了变化 她善解人意知书达理 此时傻强看见小美变得越来越美好 她便开始后悔这么好的老婆自己当初怎么就被猪油蒙了心智呢 于是她决定去找隔壁老王要停止当初的计划 但万万没想到老王居然假戏真做 在她和小美相处之后她发现小美就是她的真命天女 此时老王主动提出放弃酬金追求小美 在听了这番话后傻强心里慌得不行 但自作孽不可活 她心悔一愣地回到了家里 随后她找到曾经被隔壁老王抛弃的女人 二人联合起来去揭发老王的无耻行径 但不料老王却趁机向小美表达了爱意 小美无法违背伦理道德 她拒绝了老王的求爱 随后傻强听说老王竟然甜不知识地向自己的老婆表白了 她怒火中烧地向小美说出了真相 这时小美才知道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心如刀割 第二天小美就在自己的电台里宣布要离婚并且辞职 她想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开始重新的生活 在此期间傻强也体会到了没有小美的日子是多么的孤独难熬 一个月后到了他们约定离婚的日子 法院中午休停 两人就在一家面馆里吃散伙饭 许久不见他们都变了 此时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小美又以为是地震来了 她躲到了桌下 而傻强也蹲了下来 两人对视就像当年第一次见面时那般 最终小美和傻强重归于好 过起了平淡琐碎而又幸福的生活 其实最适合的人往往就在自己身边 只是你仅仅注意到了路边的风景 没有发现而已 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啊 小伙伴们 如果你的家中也有一只母老虎 你会选择引狼入室吗